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回顧一下 第一回合的比賽 要為太陽神的AK打敗了橘子熊隊的Slam 兩邊都是重組 但是開局就不一樣 一邊是裸霜 一邊AK就抓準了對方直接打他的二框 對 選擇先獨爆後狗速的一個開局 確實是達到他的效果 前期時間有點 偷了有點多 選擇用第四做防守 第四 第二個第四一直被打掉 那邊戰術成功的情況之下 二框打掉之後 AK又續了一坨蟑螂 對 經濟稍微補回一下之後 馬上續蟑螂 持續在做一個壓制 那邊Slam在經濟的落差蠻大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辦法 只能打出了GG 好 那第二回合的比賽 橘子熊隊是推出了GO 葉邦彥選手 23歲 對上的是要為太陽神的Ball 人球 人黃 軟球 人球 軟黃 曾鎮宇選手 28歲 那我們看畫面左邊的GO 這是加上他在上半季 在上半季樂勝鋼田的成績 10勝16敗 3成85的勝率 那他對1人類是6場 3勝3敗 他對上Paul呢 2勝2敗 也是5成的勝率 好 那這場比賽呢 是在夏庫拉斯高原 對 螢幕上現在看到1點鐘方向 那這是我們幽愛太陽神的 黃黃軟球 工程車準備完成 紅色 紅色的人類 再來到7點鐘方向 那這是我們橘子熊的GO 戰神 藍色 藍色的神族 是 那 那 BO 詹鎮宇選手 真的 再不振作的話 就真的要變成人球軟黃了 因為BO 下半季也是一個 零勝兩敗 二連敗 輸給了DS跟灰 當然他都遇到硬的啦 對 不過就輸了這兩場 那他個人最長的連敗 是三連敗 有兩次 而且都是在本季 也就是說他在上一季 電競四年 星海二元年 對 人黃是沒有連敗過的 最多就輸一場 那下一場就贏的 不過他在 現在一個下半季 是一個零勝兩敗 零勝兩敗的成績 不過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一下一個 可能有些人有看網路 有些人沒有啦 只有看我們電視轉播的話 跟大家報告就是 白 蔡俊白選手 他下半季呢 就是上個禮拜 應該說這禮拜了 欸 加入了 要為太陽神 對 他在試試說 他在這一 應該是對這個月 德魯明湯就已經加入了 要為太陽神了 所以現在要為太陽神呢 也有AK 有BO 有Hawiyu 還有這個隊長 Apple 還加了一個蟲族的白了 對 這邊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所改變 嗯 一開機那真的是 太恐怖了 好 我們看這個 神族隊人類 BO 如果帶來振作一下 對 應該是要採用拿手的二礦開局 高原這張地圖 適合二礦開局的一個地圖 那也是BO 擅長的圖 嗯 所以要 應該是老戰術 單兵營開砲 那這邊的話 GO是瓦斯亞已經放了 好 我們已經來了 那至於 一戰神GO呢 他在下半季也一樣 零勝兩敗的成績 輸給了WINS跟灰 而且他在上一周 因為橘子熊的下半季 之前只打過一場嘛 他還扛一個賽末點 對 結果還輸給了灰 有2比3輸給了熱身鋼鐵人 但那個2比3 那2呢 都是 SAN拿下來的 對 所以其他的選手也必須要加油 不能夠變成那個SAN的快樂夥伴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那個Nobody 因為沒有名字 因為上禮拜就是SAN 贏了99兩場而已 還有一場大逆轉 對 這狂戰士來了 一出來 馬不停蹄 往對方家衝 我們 不知道那邊是二礦已經放下去了 那門口應該在蓋碉堡了 準備要做一個防禦攻勢 一隻狂戰士去什麼意思 對 來看一下 看一下 其實 這個 看得到什麼嗎 說好的看一下 看看 看都不可以看 對 什麼都沒得看 什麼都沒看到 他看有點久 正常來講 看一下就可以走人了 他選擇 他看到三隻機槍兵而已 對 他看了 看了 其實他可以判斷對方開礦了啦 對 但是他可能就是 有點想不開 他走了那麼久 那麼遠 結果不到3秒鐘就變一團煙了 對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看到就會選擇好後撤 對 搞命嘛 對不對 對 結果他真的看太久了 對 他一路狂奔啦 哇 那家裡這邊來到了 這邊是三兵營 不是樹盤科技喔 還是選擇比較保守 我們先出三兵營做一個防守 那 高德鎂也是一個三兵營啦 也是雙礦 雙礦三兵營 他放下了機械製造廠 那 躍躍太陽神跟橘子熊 這也是下半季第一次的交手 在上半季呢 躍躍是五勝四敗 上半季打九場嘛 他們是五勝四敗領先橘子一場 而且呢 躍躍還是二連勝於橘子 特別是最後一次交手在 去年的12月10號 躍躍太陽神還逆轉 0比2落後 倒打3比2獲勝 其中就包含了 AK 雲 勝 在破曉的那張地圖 的那一次 今天這個 AK 雲 勝的那一場 也是讓躍躍逆轉0比2 絕對落後 倒打3比2獲勝的比賽 那這就是下半季 兩隊第一次的交手 要攀科技喔 現在出來了 出兵了 出來了 有一隻 有一個胖胖走在前面 對 後面帶個十隻機槍兵 機槍兵走得跟不上胖胖 其實差不多 但是他故意讓6多的走前面 因為6多的鞋比較多 感覺好像等速前進這樣子 所以胖的不一定走得慢 對 胖的不一定走得慢 在遊戲裡面 好 這邊佔據 把中間遼安台的兵清一下 選擇就回撤了 那勾那邊也是 喔 雙野戀場 那這邊歐畢也來做一個偵查 兩邊都在攀科技了 兩個野戀場在升自己的攻防 應該是要雙升攻防啊 兩位選手下半季 都是零勝兩敗的選手 這場打得還蠻謹慎 現在雙野戀場營運喔 那 除了飛機場 應該等一下要交換喔 然後掛斬 掛斬反應輪 那部隊 喔 這個歐畢在閃晃 有沒有看到 這個情況有看到 他是漫無目的的在那邊遊走 還是這個 沒有 他應該是跟著部隊出來的 不然就想說 你部隊怎麼不見了 我就跟出來找找 我們要確定一下 你的部隊要跑去哪 要空頭還是說到哪邊 要集結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知道他在中間 這個時候其實 GO這邊是有點偷的喔 這有點雙升攻防 而且科技攀的是有點快啊 雙升攻防 我們看到這邊有 然後還放下了目光意會 應該是 要打一個比較防守的一個 但是時機點還是很危險 還要小心點 這時候對方已經在中間了 战斗妖姬 战斗妖姬 對 其實 對啊 Bow也是在研發 那個攻防 對 他研發他自己的攻擊力 對 攻擊力 對 然後還有其他的 例如說我們機上面有盾牌 嗯 還有6多的震撼彈喔 震撼彈 對 那部隊 來 已經到你樓下囉 欸 立場先放好 會不會太早放 等一下就消失了 他的持久力是有一定的時間 哇 蹦蹦 他夢幻泡影 他又來 哇 這 這真的有點早啊 對啊 這麼害怕嗎 很謹慎 很謹慎 對 怕守黃 沒放到 沒放準 好 帶著醫療艇來 哎呀 不管那個 果凍河啦 空降啦 不好意思 我直接載進來 但是我們看到因為頭很大 真的頭很大 所以看到這個部隊量很明顯 我看到沒有不朽 所以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部隊量是 其實是現在 部隊量比較少的 還有後面組織來偷偷吸一下火 然後立場一樣 再做一個阻隔 哎 這個立場切也不錯 哎 想從左邊走 有 結果隔開了 對 稍微隔開一下 但是最主要是斜坡下來的部隊 先不要管他喔 對 已經打到家裡面來了 對 但是結果正行拉開發現 不利你自己 對 對 哇 已經被打掉一個瓦斯 瓦斯床了 對 那工法會不會好了 但是 閃追也好了 不過真的 惡況這邊要氣掉一點 對 惡況要掉了 現在沒有得放了嘛 直接被打上來了 也沒有立場 把直接被上來 小朋友上樓梯了喔 而且打了戰鬥藥劑往人家衝 雖然這時候一扣一扒 不過部隊很明顯的量是有落差的 哇 被波散到外面 怎麼被 散到樓下去了 這明明不是怕家嗎 被趕走了 哇 結果狗打出了狙子 哇 仁皇 現在他是仁皇了 他贏的這一個回合 也終止了二連敗 送給狗了三連敗 因為太陽神2比0已經停牌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